1月27日 美中干红文化促进会迎新春 庆东澳联谊座谈会在蒙特利公园市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和名 前世界体操冠军 体操王子同飞发来视频祝贺 向海内外的江西老乡致以中国新年祝福 预祝2022年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圆满成功 在古年春节即将来迎之际 举办今天的线下庆祝活动 充分表达了侨胞们对新春佳节的美好期盼 和对北京冬奥会的真诚祝愿 我仅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向你们表示节乐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祝大家苦年吉祥 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祝各位老乡苦年吉祥 身体健康 祝福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美中干红文化促进会会长王素文 特别要感谢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感谢何明领事在通过视频参加我们的座谈会 为了弘扬奥运精神 我们有特别邀请了江西籍的体操王子 彤飞他曾73次为中国升起五星红旗 获得金牌五枚 银牌六枚 铜牌五枚 为国争光 它是我们江西人的骄傲 最后我祝江彼岸的江西老乡 以及各位老乡 辅年吉祥 身体健康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祝北京冬奥 冬禅奥 圆满成功 出席座谈会的美西华人学会会长徐和生表示 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即将开幕 这是全世界华人以以为奥的体育盛事 在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他向全球华人致以新春祝福 尊敬的乡亲们 你们好 我是徐和生 江西大雨人 自己说自己是交通专家 现在祝福各位乡亲们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年年如意 出处发达 并且祝福我们冬奥圆满成功 南加州著名学者 中美论坛社社长张文基教授表示 在疫情之下 中国能够举办北京冬奥会 显示了强大的自信和实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办好北京冬奥会 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出席当天活动的 还有圣玛丽诺市前市长孙于金 美中干红文化促进会法律顾问段光盛律师 传旭庆博士 美中干红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朱戴利 副会长与惠斌 赵晓卿会长等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